云合天技是接纳差异比赤尊重欣赏的天技 是让云合生分享信息的平台 今天我很荣幸 我身边请了一位奥斯卡级的导演 就是杨芝叶大导演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不要叫大导演叫Ruby Ruby真的是奥斯卡 曾2007年榮获奥斯卡最佳的纪录短片奖 今天很高兴请到他来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一些拍摄的工作 特别为什么他会上来融合天地呢 因为他是去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纪录片叫做《坚戏》 他是《坚戏》这套纪录片的导演 当中是我们有些视像的同学是参与其中的 我们事不宜迟不如就和Ruby聊聊天 Ruby我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你会有个构思想拍《坚戏》这套纪录片呢 其实当初就是一个Foundation叫做《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邀请我去拍一个记录音乐剧的 其实呢 初初我都是考虑中就是未必想拍的 因为如果一个记录性的纪录片呢 我就没有兴趣 最主要其实第一次我见到深江的同学排练 其中是有四位同学的 他们第一次和一位音乐老师排练 我就在旁边看到 刚刚第一次去谈班了 我觉得被他们的歌声影响到我 我觉得他们的歌声很好听 第二件事就是他们是有一种内心的力量 我是感觉到的 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种不怕的 其实他们很想去尝试一些事 而是他们为了唱歌可以尽所有的力量唱出来 还有他们有几个都非常乐观 我觉得我被他们感动了 我就决定拍这个纪录片 初初都不知道有什么故事 慢慢就拍纪录片 都是要慢慢摸索 在这几个月之中摸索了故事 我知道 其实子乐的故事对我来说 是有故事性和感动我的 就是我知道他失明了没多久 就是当时我拍的时候 他失明了一年 他从一个看不到的年轻人 他的心里是有很多感受的 第二件事我就觉得 其实在一个失明和看到一件事的年轻人之中 他们可能发生了一些大家同学的友情 或者他们怎样融入他们这个世界 他们开眼的人士的世界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所以就紋身了拍战戏这套纪录片的念头 拍纪录片当然就是拿第一次的影像 就是记录了它 就是纪录片的一大宗旨 但我想问一下 当中也应该会有些走位 或者拿镜头的一些角度 其实视像人士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对你来说 你会不会有一个挑战呢 其实挑战就不是这么说的 应该就是说 很多时候应该就是和他们解释清楚 我正在做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拍他 那么我一定要告诉他们 现在我在拍你了 现在你就不用理我 就平时这样 因为其实纪录片都是我尽量不参与他们的 应该是他们正常做的事就是这样 但是我还要告诉他们 我是在拍的 因为其实这样不太好 他们不知道我在拍他 那这样要解释 那还有我觉得 其实我跟他交交好像子乐那样 我跟他当他一个朋友 很多事情他又会问我 因为他知道我在外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他又问我很多外国的生活的情况 读书的情况 那变成在交一个朋友 那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当然教音乐剧的那边的老师 他们就要特别关注他们 因为他们排舞或者走位 那就要很清楚告诉他们 那些位置如何走 那些朋友教他们跳舞 那要特别教他们的动作 就要解释 有时要扶着他们的手 教他们的动作 那其他同学都很好 那其实他知道他们需要帮忙 走位或者他跳舞的动作 做得要特别的关注 那些同学会站在旁边 有几位同学会特别关注他们 我觉得有了视像人士参与音乐剧 其实很好 因为等他们那班学生 其他学生 如何去关注其他人 很多时候年轻人 就不知道要关怀别人 或者别人 原来他看不到的 那你要带他们去洗手间 或者是如果走的时候 带去巴士站 那样是培养他们的爱心 这个是很好的 那音乐剧 似乎是一个互相学习的经历 因为其实视像朋友 大家都知道 他们一般可能参与课外活动的时候 其实学校可能外于他们 就是过分保护 或者一些误解 限制了他们参与的机会 那其实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们可以放开自己 豁出去去参与一些 以往他们比较可能 见识的朋友觉得 哇 视像人士 如何去参与音乐剧 原来都做得到的 这个是他们一个学习的经历 另外就是一些 见识的同学们 在这个过程里面 和视像朋友接触相处 其实都会学得到 一些和视像人士相处的技巧 亦都增加了大家 给此的了解 就消除到歧视 好 都想问一下Ruby 那拍笑的过程里面 会不会你对视像人士 有多了一种的体会 有的 其实我们觉得他们 其实真的很勇敢 好像子乐那样 他失明了 很短时间 他其实很大胆 你看他好像很害怕 其实他很大胆 他可以 即是说 一个人 不用妈妈看着 他自己一个人 坐巴士上学 很多时候 他会敢去尝试 所以 其实 如果一个 如果我想 我年纪大了 我真的失明了 我都不会这么有胆 我会有很多事情 会害怕 但是他们 一定要 他们会 很有一种 生命力 去不断做下去 还有 其实我最了解 最以前不知道的 就是我知道有点字 用很多时间和毅力 我觉得 对我来说 就是 我觉得他们的毅力 是很重要的 我 我就希望 外界人士 不要有一些 就是 视像人士 就是说 看到 视像人士 拿着掌 那些人 要避免 其实 为什么不去 帮助他们 可能 走不了 在地铁 为什么不帮助他们 其实 那些是 关于你身边的人 一样 我觉得 我真的很希望 外界人士 真的 放在我自己的眼睛 去帮助其他人 Ruby的愿望 都是希望 公众人士 其实可以 对视像人士 多点关怀 多点了解 同时也是 勉励大家 要放胆去尝试 因为很多时候 机会 已经不多了 如果机会来的时候 大家还在害怕 到底自己做不做到 而去 不敢 放胆向前走多一步 的话 机会往往就会流失 所以 今次 不论爭取这个 纪录片或者音乐剧 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告诉大家 视像朋友 应该要放胆 把握他的机会 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可以开启自己 不同的眼界 今天 麻烦Ruby 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除了Ruby之外 其实我们另外 也请了一位 就是 争戏里面的 其中一位主角 紫乐 我们的视像同学 上来和大家说一下 到底他如何放胆 去尝试 那 稍后回来 大家密切留意 Ruby 了 了 转过头 我请来另外一位嘉宾 上来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他是 炼子洛 子洛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炼子洛 我正在读中三 子洛 我知道你刚刚在美国 那里回来 你去美国是做什么 是在美国那里 三藩市 有一个电影节 他会播出那套争戏 过去那里 就做一些分享 其余都是参观一下 当地 例如参观了三间大学 以及和一些盲人机构 了解一下当地盲人的生活 哦 原来去了 就是参戏 美国的首映离 那我们稍后再说一下美国的经验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子洛 其实呢 就是参戏这个纪录片 我也有看到的 那当中呢 就有你参与那个音乐剧 震动心弦的一些彩排 和演出的经过 那其实呢 你当初 为什么会参加这个音乐剧 和拍这套纪录片的呢 其实最初是深光那里 我当是一个课外活动的参加 那其实自己 以前不是那么喜欢表演 现在也是 那时候参加都是 玩啊玩啊 那就是没想过那么大型的 那还有最初是纯粹说音乐剧 没想过是什么 完全没说过电影的 在后期 彩排期间 那个导演无故回来 就看到 就说 好吧我拍到纪录片 那才开始 那那套纪录片很成功啦 我也有看到的 但是音乐剧呢 我就 即是 公英的时候就没去看到了 那就无缘一看 但是我想问 其实这个经历呢 对于你来说 会有什么影响呢 可能我以前 自己比较内向 很少和那些同学去聊天 或者去 很多的就是出来玩那些 但是这次 我现在看不到 那参加了音乐剧 那他们要带我去怎么走 怎么去 跟他们沟通 那迫着这些机会 迫着我去 放开自己 放胆 自己叫做 多了时间和人聊天 以及去放胆自己 那就是 紫乐呢 就把握了这个机会 放胆参与的 那很多时候 就是大家想都没想过 市长人士 怎样去参加音乐剧呢 那舞台很多技位啊 走位那样东西 好像这些 大家觉得很难做到的东西 其实只要你放胆了 都一样是可以做到的 那不如说一下 你去美国交流 刚才听你说过 你去了一些大学 以及一些市长机构 参观的 交流的过程是怎样的 那 例如 我们去有一间 叫UC Berkley的大学 那 有两个失明的同学 以前都在香港读书的 一个叫做 Aan 一个就是隆怀軒 那两个都是小学期间 就移民了去美国 那现在他们两个 一个就是来读博士 一个就是在读大学 那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 Aan来说 他是不怕死 他如果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些东西 他就会是很乐于去争取 以及争取到底 那你有没有问下 他在那边读书的情况是怎样的 读书情况那里 他说呢 他觉得那边的机会也挺多的 只要他尝试去讲 他讲者心目中想怎样的 例如他去申请一些奖学金 只要他是需要的 他肯说出来 都会有机会给到他 那这方面呢 似乎 就是美国 就是比香港都真的进步一些 那 除了奖学金之外 你知不知道那边的大学 对他们的支援足不足够 我去了三间大学 那三间大学都有一个部门 是 给一些的 所有残障人士 不仅是视障 那他是 不同的设备 那不同的同事 都会负责不同的残障人士 的当然 那都会是 就是经常去跟他们沟通 看看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是怎样 各方面都会去帮他们 听到之后呢 都很羡慕 美国的视障大学生 因为美国的大学呢 就是对他们的支援非常足够 有一个专责的部门 甚至是每一种残疾里面 都有一个专责同事负责的 那香港呢 这一方面呢 就是我不相信 香港资源是做不到的 差在是 就是 有没有心去做的 那这件事呢 希望呢 香港都可以呢 在美国那边拿花些经验啦 那 子乐你除了去了 一些大学参观之外呢 我都知道你去了 一个视障机构里 有一些交流的 那 又做些什么呢 在那里 那我们其中去一间 视障机构叫 Lighthouse for the blind 那跟着它里面呢 就有整栋来的 那有买的那些仪器啦 有很多的program 给他们玩 其实香港这些视障机构 都有这样的服务的 那另外 比我感受到的 另一样东西就是 他们很多人都用盗蚊犬 我们去了七天 都已经预了三只 两只就在大学里面 其中另一只呢 就是在一条街道 我们坐车经过见到的 他在一条街道 那只狗大去行路 那样 嗯 盗蚊犬呢 香港就没有美国那么成行 始终呢 就是香港的环境所限啦 还有因为后期这几年 才引入多一点的盗蚊犬 香港都很多地方可以向美国遮境的 那 除了这些交流参观之外 其实你今次去三藩市 最主要就是 当然出席的首映礼啦 那你自己又觉得 什么呢 那个首映礼的气氛 到首映的时候 其实一直 导演都跟我说 不需要说很多英文 因为电台那些都是华人电台 那他都叫我自己准备 OK的了 不用那么紧张 那去到首映那一天 上台呢 那导演就叫我说 因为他一直用英文 然后就叫我 很想指下说几句话 那我那时候真的紧张到死 那我就立刻要想些东西 用英文说 那最终都OK的 那气氛很好啦 他都有成 超过三百多人 在那间戏院里面 很多个鼓励咯 啊 首映礼呢 就是说实话 很多人就是 这世人都未必有机会出席 那你小小过呢 已经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其实就真的 之前我和Ruby访问的时候 都有讲过就是 有时机会来的时候 大家到底有没有把握 有没有放胆去做 如果大家可能 见机会来的时候 在这儿左想右抱 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胆量去做呢 其实很容易就会错过了这些这样的机会 那再讲一下吧 美国那里 除了交流首映之外呢 我相信你也有去参观去玩的 那不如我们轻松一点 讲一下 小小你去了哪里玩呢 其实先讲参观那里 我们参观了两间博物馆 一间就是科学的 一间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博物馆 那科学那间都挺特别的 先看看海洋生物的不同的博物馆都有 但进入里面呢 他就讲地震 那就讲一下三藩士百多年前曾经有大地震 然后进入里面就有个位置 让我们感受一下地震 他有两次一字强度 大约十几秒 那他站在板上震 那这个都挺特别 那你去那个生物科学馆 除了一个地震体验之外呢 会不会有一些剪品啊 或者甚至一些生物你是可以摸的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个位置是有一些海洋生物 在一个鱼缸那里 让我们伸手去摸的 那那面那个 那些类似道赏员那些 可能看到我有点不太方便 那他伸我的手 进去那个池里面 他就来捉住我这样讲解 似乎呢 美国那边的博物馆呢 都可以为视像是提供到很多 除了视觉以外的一些 就是一些倒水的服务 那包括是触感啦 或者是一些整体 整个人好像地震的体验那样 那就不会说呢 去到博物馆那里 因为就是视力的障碍呢 就看不到这些战品 就好像很闷那样了 那听到你呢 就是那个行程都很丰富啦 那最后都想问一下子落 你其实就是 经过这次美国之行之后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好次 最大的感受就是 美国那些人呢 似乎他们 对我们生命人 好像很普通人 当普通人一样 因为 或者不是当普通人 或者是 好像已经很熟悉那样 因为我在机场 临走一天 我说 跟一个人说 我想去洗手间 我看不到的 那她的手已经自动伸到我旁边 然后我就很自动地捉住她 但是回到香港下机那一刻呢 我又是去洗手间 叫个人 麻烦我看不到 你可不可以带一带我洗手间 那她 哦 但是一路一路 她自己走上前 就好像没有什么意识 怎样去带 就是这样 哇 这个真是一个最大的感受 似乎呢 美国那边的公民教育 就比香港做得好 就是 指落你的经验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在美国那里 随便的一个普通人 你问他一声 他已经可以即时做到一个领路法 就带到你去洗手间 反而香港呢 你提出了你的问题之后呢 就是要别人带 那竟然叫你跟着他走 那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对比 那香港呢 很多东西呢 就是虽然我们说是国际城市啦 就是很现代化啦 但是其实在公民教育方面呢 真的有很多地方呢 就是需要呢 去改善的 那今天呢 麻烦紫乐来和大家分享啦 他参与这个音乐期啦 纪录片啦 和去美国 就是一个交流的一些体验的 那都是那个终止啦 就是呢 啊 紫乐身上呢 我们很体验得到就是呢 你有没有胆 去放开你的手 去参与 去做很多不同 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 你们会做得多的事情的 那最紧要都是啦 自己勇于尝试啦 那希望大家同学呢 都可以记住这一样东西啦 那今天的时间呢 差不多啦 麻烦紫乐记 我们不如同...